今天的需求很簡單 我今天的需求是我希望把這個VBA 先把它刪掉 假設我今天希望把這個範圍的資料怎麼樣 直接全部都寫到SS資料庫好了 總共的話會有幾個欄位呢 1、2、3、4、5個欄位對不對 可以特別注意 如果我一定要放在SS裡面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其實特別注意 所以SS這個資料庫的部分的話 你只需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建一個空的資料庫就好了 因為Excel裡面目前來看 它沒有辦法自己建一個SS資料庫 OK 不像那個SQLite資料庫 SQLite資料庫是可以下一個命令 自己建資料庫的 但是在Excel VBA裡面沒有提供 所以要使用SS它的任務只有一個 就是建資料庫就關掉了 OK 要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一下 1 請各位看一下 在我們的單元2 單元2裡面 特別注意就要建這個就好了 叫頒級點 怎麼建 我先把它刪掉好了 所以以後的話SS它的任務就是一個 開啟SS 空白資料庫 有沒有 然後再來怎麼樣 瀏覽一下我們的哪個路徑 我的這個路徑 因為我這個路徑比較長 這麼長的地方 我是放我隨身碟裡面 那我把這個路徑複製一下 我直接拿到這邊來 然後Enter它好了 進到這個 意思說進到這個資料 因為我剛剛那個資料也太長了 我就直接進到這邊 那裡面的話 我就只要建一個 這個資料庫名稱叫班級 所以你就打一個班級這兩個字就可以了 打錯了 班級 OK 好 那底下類型不用改了 反正就是2007到2010的資料 它的副檔名就點ACCDB 大概就這樣子 2007以前叫MDB 反正這個不管 反正就是建一個資料庫而已 因為為什麼要這個動作 因為在VBA裡面 它沒有辦法自己建一個ACCDB 因為它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我在想說它沒有提供這個功能 會不會是因為 它怕人家不買SS OK 確實用 如果可以 那當然不用買SS了 OK 所以還是 所以它的任務只有一個 建資料庫 好了 它就可以離場了 按確定 好 按建立就可以了 下方你按一個建立 好 那可以把它關掉了 不用管它了 它的任務就完成了 就會建一個ACCDB 裡面大概是空的 不過空的它好像有300多K 那接下來的任務是什麼 我希望可以把這些資料 通通幫我放到SS資料庫裡面去 就這樣一個事情 那該怎麼做 OK 所以特別說就這個事情 當然網路上有很多的分享 或者房間書籍的一堆 但我覺得寫的都很複雜 而且不夠精簡 那我現在講的就是說 步驟喔 第一個 SS先建一個空的資料庫 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如果有了之後 我先demo了一下 如果要把它放進去的話 現在班級這個資料庫裡面沒有 沒有任何的資料表 對不對 那我現在show一下 我現在已經這個有一個sub 在雲端上有 你們這樣也可以把它拿來當範本 OK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雷同的 你只要拿來當範本就OK了 那怎麼做 如果我寫過去 各位會看到寫過去 寫入到資料庫 他會跳一個message box 跟我講說資料新增成功了 按確定 其實蠻快的 因為沒有幾筆 以後如果你有幾十萬 上百萬筆就會比較有fuel 現在是沒什麼 但是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資料到底有沒有過去呢 感覺好像變魔術一樣 裡面剛剛是空對不對 現在打開 有沒有看到班級 資料就全部過來了 有沒有發現 意思就是說 可以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全部通通把它塞過來 有沒有 那他本來裡面沒有資料表 我們要先create一個 然後再把資料寫過去 所以其實等一下的程式就兩件事 1.Create table 2.把資料分別一筆一筆的insert into進去 大概就這樣而已 那待會的話可以寫過去 自然需求是還可以把它讀回來 反正可以雙向的話 再來等一下就是再把這個資料刪掉之後 再把幫我把它讀回來 有沒有 就變得雙向了 那只要SS 其實如果同公司的網方是相通的話 有intranet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拿來互相分享 OK 一樣的道理 我可以把它寫過去 只是我寫過去的路徑 我不要寫在我的local 我自己電腦的 而是寫在一個那個什麼 有沒有 那個什麼 一個路徑是斜線斜線 哪一台server name 然後斜線它的分共用的資料夾裡面 再斜線它的資料庫的名稱 這樣我也可以寫 也可以讀了 不過寫你可能要把那個寫入的權限打開 你不是說只有共用那個資料夾就算 還要把那個資料夾的權限 設定為可寫入的話 那就可以寫過去 也可以讀回來了 這樣的話就不用駕server了 我只覺得這方法是比較簡單 不然你說駕server 他對會的人來說是很簡單 但對於那個 可能從來沒駕過server的人來說 那就是一段那個坎克的路了 真的 會的人真的很簡單 你應該做過了 會了反正沒什麼 還有啦 做會了不見得你現在會 以後就會了 像我自己也是這樣 常常都忘都忘記怎麼辦 所以我會把每個step都 把他用我類似像雲端擺一擺 所以我雲端擺一擺 有時候不是說只給你們看 其實我上課 背課就很快了 因為我只要照那個step 我就可以知道該怎麼上課了 所以我第一次上課比較辛苦 就要把那個雲端弄出來 之後的話我就輕鬆了 應該知道我在做什麼 第一個 所以請各位待會 一開啟assys 然後建一個班級 裡面什麼事都不要做 就是把這個班級的資料庫給建出來 二的話 我們待會跟各位講 如何把我把這個班級先刪掉 這個是資料表 這個本來是不存在的 我把它刪掉 如何把它寫過來 把這個東西寫過來 然後資料再丟過來 所以第一步的話 我們必須要在這個資料庫 來做一個table 然後把這個table資料再放過來 怎麼做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的話 我有把那個完成的程式 所以剛剛是第一個step 有沒有這個1 那2的話 我看這邊再寫個2好了 2寫入寫到資料庫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武功秘笈 反正以後你就照著做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了 所以我其實越來越依賴自己的雲端白板 OK 另外的話 如果要看細節就看影片 所以我自己回頭也會 像我之前上過的課忘了怎麼辦 我看我自己上前年上課的 去年上課的 我就馬上可以知道我在上什麼了 常常這樣 尤其是那種很 因為步驟很多的 可能每次都記得起來 對不對 那這種方法我其實滿建議你們 可以把它大概參考一下 OK 那首先的話 這個地方 我們要如何去寫入到資料庫 首先一樣 我們在哪裡呢 在我們的VBA裡面 有沒有 打開開發人員 然後Visional Basic 接下來的話 請你在模組裡面 如果已經有模組了 我們上個禮拜寫到這邊 有沒有 這個分割資料 工作表跟篩選 我在下方呢 增加一個 增加一個什麼 增加一個Sub 叫做寫入之按Enter 底下就是我要做的 首先的話 我要做哪些事情呢 第一個動作的話 因為雲端上有這個 因為這個大部分都大同小異 所以我就直接拿來參考 那把中間這一段有沒有 直接就call到我們的程式裡面好了 那我大概把那個細節怎麼做 跟各位說明一下 OK 第一個 這一行先略過先不講 我們先講第一個 因為我如果要連到那個 XS資料庫的話 那第一步要怎麼樣 要先跟那個 跟哪一個連呢 跟他連 那怎麼跟他連 這個是XS資料庫 那我們現在是Excel 所以如果你要跟他連的話 特別注意 我們可以呼叫一個外掛 這個外掛叫ADO 特別注意 ADO 我想應該有曾經 這個連結資料規定會用到他 不管是微軟的或其他的 Java也是一樣 Java裡面也有ADO 反正其他程式只要跟微軟的 或者是其他資料連接都用到ADO OK 那我們特別注意 ADO這個技術 坊間有書籍 那個Bible厚厚的一大本 比字典還厚 但我們重點不是在跟你講裡面到底寫什麼 因為他裡面寫了非常多的技術資料 但我跟各位講 最後重點是 我們需要連結資料庫就好了 所以最重要的那一行跟各位講 你這一行下面 如果你要把這個物件呼叫進來的話 特別注意我可以用一個叫CreateObject CreateObject的意思 其實是VBA 如果你看到CreateObject的話 意思就是把外部的 什麼呢 外部的這個 這個算是韓式庫啦 一個Library 韓式庫引用到我們的VBA裡面來 把它變成一個物件 物件的名稱就是MyCon 這個名稱可以自己取 所以物件名稱叫MyCon 你可以取別的名稱 也就是以後 如果我要把ADO引用進來 就CreateObject 或者是說未來 剛剛之前有同學問過說 如果我要呼叫Word可不可以 可以啊 CreateObject後面雙號 這裡面的話就是 Word.application 你就可以把Word的 有沒有那個程式拿來 這個VCL用了 比如說你要去存取Word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你要使用什麼 IE軟體 像後面如果你要爬蟲的話 你也可以CreateObject 後面的話就是IE.application 你也可以什麼 或者是如果你要用什麼 VBA去記信的話 你後面可以加什麼 雙一號裡面就放什麼 Outlook.application 我記得沒錯的話 那這樣的話 你就可以把本來 這個Excel VBA沒有的功能 有沒有 可以把它變成有 所以簡稱這個叫外掛吧 對 白話就外掛啦 OK 應該大家比較聽得懂 OK 好 那我們就有一個外掛 這個外掛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一個connection connection顧名是什麼 連線嘛 連什麼 連資料庫嘛 有沒有 所以利用MyCon這個物件 它就可以去幫我 把資料庫打開起來 不然的話我沒辦法開 因為我是eSale 我不是assess 如果你要開 不然你就是要去 用assess開了啦 OK 如果我要VBA開的話 那就是MyCon裡面 用它的一個方法 叫點open open的地方後面 你可能要給它幾個訊息 第一個是provider 不過這個固定的 provider 分號前面的話 就跟它講說 你的那個驅動程式的名稱叫什麼 provider OK 後面這個固定啦 因為這個就Microsoft的assess 用那個alletDB的12.0的版本去開 理論上這個東西呢 它已經幫我們安裝在電腦裡 因為它微軟的嘛 微軟的產品一定會自己先幫它裝好了 OK 什麼ACE應該是assess的縮寫 的alletDB OK 就等於是一個物件 它已經有一個物件的函式庫在那邊 我們版本就12.0 OK 這個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以後反正你如果要開assess 就是把這一行放上去就對了 那可能未來你可以查一下 也許有新的版本 可能有13 14 可能有15啦 不過也許還要確認一下 如果沒有 那你就先用12.0的版本 那後面的話end有沒有 end後面還要再加一個叫datasource 這個datasource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資料庫放哪裡的路徑 data應該是database 這資料庫 source來源 OK 等於後面呢 就串一個什麼呢 list workbook 這個什麼呢 就是我現在的工作簿 我現在的工作簿是哪一個呢 實際上我的現在的工作簿就這一個啦 就是什麼 就是326班級成績查詢 指的就是他 那他的路徑放哪裡呢 他後面有個點配是不是 就是幫我把現在這個檔案的路徑查回來 所以要查回來的話 理論上應該就是這一串 我是放這裡啦 就這一串就對了 這一串裡面的底下會有一個 什麼呢 這個東西 在這裡有沒有 所以後面的話一個斜線 你看反斜線 然後這個叫什麼 班級 副檔名一定要給 如果副檔名沒給的話也連不到 而且是一個字都不能打錯 反正如果連到的話就OK了 那或者是如果你要看副檔名的話 上面有個檢視 你可以把副檔名打過也可以啦 副檔名打過就是 班級.accdb OK 甚至這個可以把它複製貼過來 可以啦 好 所以我一個外掛 ATO外掛 open 接下來做什麼呢 再來的話 已經連到了嘛 OK 已經連到之後的話 再來就是要create一個table 因為目前 這個打開 假設我已經打開了 然後模擬 裡面現在沒有任何的資 沒有任何的資料表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VBA 下一個seql指令 跟他講說你幫我怎麼樣 建一個table 一個資料表 然後名稱叫班級好了 然後我需要 因為我有五個欄位的資料放 所以你跟他講說有幾個欄位的資料 並且要告訴他說你的資料型態是什麼 比如我要放的是 放文字好了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 你就全部放文字一定沒有問題 文字的話是萬用的 那你想說老師我數字不會用文字 可以啊 你把它丟進去吧 你這樣抓回來再轉型就好了 只是說可以有一個缺點 效率會比較差 但如果你資料不多的時候 有時候我比較偷 我剛才全部都叫test 然後將來撈回來再來轉型 也沒有問題 所以我這邊的話 如何做建立那個table的動作 底下有一個字串 就這個 有沒有 有沒有就我剛講的create table 然後table的名稱叫班級 有沒有就是要找名稱 後面瓜糊裡面就放說你要放幾個欄位 有沒有總共有五個嘛 所以班級 有沒有這個就班級 然後姓名 所以我其實是把什麼 把這幾個Ctrl C 然後呢把他什麼 到我的這個程式裡面Ctrl V 然後中間加豆點 後面空一格記得跟他講說 我這個欄位的形態叫什麼 當然你如果說你全部都用文字的話 那用test 當然另外其他你也可以 假設有一些欄位是不是裡面有放數字 這個有沒有 這三個如果你不用test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麼 改用叫 這個test你可以把它用integer in teger 也可以integer OK 如果他裡面有小數點的話 你可以用double 如果他裡面是日期時間的話 你可以用date time 反正這個形態的話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個有關SQL相關的書籍 他也有相關的形態 OK 我們現在用最簡單的 全部都用test好了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再來下一個動作 就做什麼 就是要把這個範圍呢 全部找到 比如說我從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的列是14 所以你可以寫一個for for i 等於2到14 14你也可以用追蹤的 我這邊是用追蹤的 追蹤的這個列 就是r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dr 要做什麼呢 就是把資料放進去 怎麼放進去呢 insert into 班級這個資料表 後面的話有五個欄位 加一個values 然後分別把什麼 第幾個儲存格裡面 A欄 B欄 C欄 D欄 E欄 分別把它放進去 最後的話就把它execute 有沒有 後面的話就是minecon minecon實際上就是這個物件 他有個方法叫execute execute就是丟一個訊息給資料庫 那什麼訊息 就是寫資料這個訊息的SQL語法 他就幫你把第一筆寫進去 第二筆寫進去 第三筆寫 一直到最後一筆 第四筆 好 最後的話就message 寫入成功啦 大概的流程是這樣 OK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run一下 如果runOK的話 那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 OK 執行一下 不過其實應該是跑太快了 我按F8好了 租航跑 那當然有這個 OK 其實他一直寫一直寫 execute 如果沒有錯誤的話 理論上他就一直把它寫寫14筆 最後的話就message 新增成功了 那我怎麼知道有沒有寫成功呢 這個地方我可以再怎麼樣 再開啟這個 他重開一下好了 再把這個班級再打開來 看一下有了 班級OK了 那再來最後有個地方我剛剛還沒講到 你想說老師你為什麼這邊有個onl onl就是如果我程式發生錯誤的時候 go tol 這什麼意思 其實如果我今天這個沒寫 這個也沒寫的話 你會發現會有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連線可以連線的 但是跑到第三個動作 create一個table create一個table 不是已經有一個table叫做班級了嗎 如果你再create的話 他會跳什麼錯誤呢 他會噔噔 這邊這一行一定會跳 班級已存在 OK 怎麼辦 所以他想個辦法 如果班級存在的話 就怎麼樣 就不要再新增了 對不對 不然的話如果再新增再重複了 因為那個什麼資料表名稱不能重複 那怎麼辦 其實如果像買seql或seql line 他有個解法很簡單 叫createtable 後面可以加一個句子叫 f-not-elase 如果不存在這個table的話 他就不新增 但是我試過 f-not-elase access 不支援 怎麼辦呢 實在是很傷腦筋 後來我就想了一個方法 發生錯誤了 好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招 什麼招呢 就是因為他那個是 剛剛這個跳出來就是一個error 一個error message 那我就捕捉他 如果當他發生錯誤的話 我就讓他跳過去就好了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方法也是我自己想出來一招 我是覺得這個方法可能也不是唯一的 但是是目前我覺得還不錯的方法 好 怎麼做 最後的話我就增錯一下 我就在上面寫一個on-el 如果on-el是說 如果發生錯誤的時候 就剛剛那個狀況的時候 go to go to的話就到 就幫我跳過 go to到一個標籤 這個標籤叫什麼 叫err好了 好 這個好了 OK 那這個敘述意思說 如果發生錯誤 就幫我跳到一個標籤 哪個標籤 特別注意喔 現在有沒有標籤 現在沒標籤 所以你就在這邊加一個標籤 叫err的冒號 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有一個這個 那你就必須要有一個這個 這個叫標籤 要幫我把程式跳到這裡來 意思就是跳到它的下面就對了 OK 那這個意思是說 如果當它這一行跳錯誤的時候 沒關係 它會直接跳到下一行 而不會有造成 像剛剛那個什麼 一跳一個錯誤訊息 所以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這邊加了這個on air的方式的話 我再把程式拉上來 重跑一下 其實VBA這個還蠻好用的 因為它可以把程式倒車 倒到這裡來 on air go to這個 這個應該沒有錯誤 這個也沒有錯誤 這個有錯誤的話 它會怎麼樣 剛剛會跳錯誤對不對 現在會跳錯誤 剛剛跳過了 跳到哪裡 跳到這裡 因為它錯了嘛 所以它跳到這一行 意思是說繼續跑的意思 所以你會發現 它還會繼續跑 不過會有個缺點 這個可能要再改一下 全部執行好了 新增成功 那總共 剛剛這個寫入應該是幾筆資料 13筆對不對 應該14嘛 減1嘛 可是如果開寫SS的話 其實這邊應該重新整理 其實如果不把那個印象中這邊有重新整理在這裡 重新整理 有沒有發現 它又新增了 會變成幾筆 26筆 所以理論上應該怎麼樣 AIR那個地方應該是錯誤訊息 應該要先把它Drop Table才對 把這個刪掉才對 這個我想可以再加上去 否則的話它會一直把資料 繼續又擺到下面去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這個地方 所以第一步要記得在你的目錄旁邊 增加一個資料庫 第二個的話 再到雲端白板上面的第七項 第七頁的地方 再看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